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林新强 在今天召开的神州17号载人飞行任务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 神州17号载人飞船 瞄准26号上午的11点14分发射 并且对外公布了航天员乘坐 经任务总指挥部研究决定 瞄准北京时间10月26日11时14分 发射神州17号载人飞船 飞行程组由航天员汤洪波 唐盛杰和江兴林组成 汤洪波担任指令长 航天员汤洪波参加过神州12号载人飞行任务 唐盛杰和江兴林都是首次飞行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 正在稳步推进 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F 摇石区火箭即将开始推进季加入 林欣祥表示这次任务是载人航天工程 立项实施以来第三次的飞行任务 也是第12次的载人飞行任务 任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完成 与神州16号乘组的载轨软 驻留大约会有6个月会展开空间科学和应用载荷载轨实验 实施航天员的出舱活动和载荷出舱 进行舱外载荷安装以及空间站维修维护等有关工作 同时也会持续评估空间站组合底的功能性能 获取积累空间站运行数据和经验 会考核地面支持中心执行空间站运行管理任务的协调性 匹配性要进一步提升空间站的运行效率和故障的处置能力 在这边的口座上担感运行